本视频由吴谢原创制作 他们每次被派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都要在密林或者其他地方蹲点好久 甚至蹲守潜伏一个月 看不到目标的都有 现实中的狙击手 往往都是身着保持自己和周围环境 融为一体的吉利服 为了不被发现等待时间 往往一动不动就是几个小时 这是身为一个狙击手的基本素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必须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了 但是因为职业特殊性 狙击手不可能像一般士兵一样 到了饭点就去吃饭 他们为了不被发现 在一个地方蹲守错过饭点很正常 当然人是铁 饭是钢 不吃饭不补充能量 自然不能继续执行任务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看到狙击手吃零食 实际上他们吃的并不是零食 而是专门的军用食品 用来补充能量的 小小一个能量棒 就能带来大大的饱腹感 为后续的蹲守提供能量 当然狙击手吃的食品也是特制的 必须要方便开合 像罐头等食物 在开合时需要借助工具不说 还很容易弄出声响 这对狙击手来说可是大击 被发现任务败露是小 被敌方士兵发现 威胁到生命安全才是大事 所以我们看到的狙击手 往往不像表面那么风光 为了执行任务的他们 也忍受了许多 常人不能忍受的艰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